一半是甜蜜温馨的浪漫时官,一半是艰难时刻的相依相守,他们用理解书写天下无双的幸福,一次充满挑战的特种射手集训,一次比武场上的蜜月对决,他们用支持点亮彼此身上的光芒。 君旅人生即将为您播出,无亚磊无思影,我们的爱天下无双。 我叫乌鸦雷,今年30岁,来自河北宝地,现在是陆军第十四极端军,牟旅一营二连连长。 同志们,今天我们将对勤无用语进行学习。 我叫吴思影,今年30岁,来自云南玉西,现在是陆军第十四极团军,牟旅指挥一连排长。 生活中,我们是夫妻,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温馨小家。 走向军电下无比赛,开始! 工作上,我们是战友,时常在比武场上一较高下。 2009年,我作为一名大学生参军入伍,对我而言,这是儿时梦想的实现,也是真爱开始的旅程。 我永远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情景,还有人生低谷时,他陪我度过的时光。 只要想到他,我就觉得所有的疲惫一扫而空,心里有了温暖的依靠。 8月1日,是建军节,也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聚少离多,让我们常常饱藏思念之苦,但是,因为思念,我们更珍惜每一次见面的机会,更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感情。 一路走来,艰辛有时,浪漫有时,战场上,我愿为国家冲锋陷阵,战场下,我愿让她成为最幸福的女人。 如今,我已怀孕三个多月,新的生命正在孕育,我们都很期待小家伙的到来。 我们深爱彼此,深爱这身绿色的军装。 讲述军旅故事,分享励志人生。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军旅人生春节特别节目,我的军营,我的家。 前段时间,网络上流行着这样一组漫画,关于双军恋是怎样的一种体验,里面有很多有趣的观点。 比如说,双军恋就是每天一起起床,每天一起就寝,只不过你在你的宿舍睡觉,我在我的宿舍睡觉。 双军恋就是不仅能和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也能和你一起跑过山头,越过障碍,再向你表白。 双军恋就是拥有世界上最独特的情侣装,各种迷彩,长服,礼服。 想到这些,您是不是觉得还挺浪漫的? 现在就由吴亚磊和吴思颖来告诉大家双军恋的幸福秘籍。 对于吴亚磊和吴思颖来说,在比武场上同场竞技一较高低,是他们最享受的时刻之一。 因为俩人都姓吴,又是同一个单位,身边的战友们经常调侃他们是天下无双组合。 看他们两个在训练场比武精算弹的感觉 就像夫妻 两个夫妻一起上战场那种 特别浪漫吧 这是他以前为我做的一个用蛋壳粘的工艺品 当时他张这个的时候 我还在那说你张这个干嘛 有什么意义吗 他说你不知道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虽然说我现在送不了你什么贵重的礼物 但是这是我自己亲手做的 里面代表了我对你的爱 当年为了追上妻子 乌亚磊没少采取浪漫攻势 妻子怀孕后他更是进阶围超级暖男 他俩的军营爱情故事是很多战友心中的典范 就比如过过什么节啊 过情人节的时候 会送会送一点东西给排长 然后排长看到他笑 我们都觉得他好幸福啊 就是很贴心很浪漫吧 最朴实的就是感觉是最朴实的一种爱情 2009年 吴思颖大学毕业 参军入伍 这个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孩 2013年7月提干后 被分到指挥一连担任排长 在那之后不久 吴亚磊也接到了调任指挥一连 副连长的命令 因为听说新来的副连长 有双松色的眼睛 第一次见面之前 吴思颖就对他充满了好奇 对我解散之后 我就凑过去 我说副连长你好 他转过头来 他说你好 我说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副连长 当时我就老盯着他的眼睛看 他就感觉很不好意思 吴亚磊2004年入伍 2006年考学提干 是侦查兵出身 多减军事素质过硬 也颇具管理能力 吴思颖则才华出众 开朗大方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和相处 两人开始暗生好感 身边的一些战友 也有意撮合他们俩 他们就经常在那说 你看我们这指挥一连多好啊 这个 我们副连长也姓吴 这个牌长也姓吴 就是两个吴 天下吴霜 在那说我们应该是肥水不流 外人田是吧 你看你们俩多配啊 还有些也是说那个 就是说将来以后 如果说有了小孩以后啊 你们这两个都姓吴 大家都不用去 这个为了这个姓 跟谁姓而争执 发生争执了 同志们 今天我们将对秦无用语 进行学习 在69条当中的第二次 但真正让吴四颖动心的 还是2013年年底 当时他被抽调到新兵连 在一次训练中 不慎把脚扭伤 得知这一消息后 吴亚磊第一时间 就熬了一锅骨头汤 送了过来 他就说你看 你现在正在伤到脚了 这个骨头需要恢复 你多喝点骨头吧 到时候补补就好了 其实当时呢 就是一想就特别感动的那种 一锅情意满满的骨头汤 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 之后吴亚磊开始了追求公事 他不会说甜言蜜语 但也有自己表达爱情的方式 那我招一个特别的红包 五十二十十块一百十块 上面写了个三 然后是一块 然后一脚上面写了个四 连起来就是五二零一三一四 是不是感觉特别烂吗 表白就是 对啊 当时我收到这个红包的时候 是特别的惊喜 特别的感动 这是一四年的时候 那个我老公送给我的 当时我一打开的话 我就想 你们应该是 就装着一叠钱 但是没想到他却真没用心 让我非常的打动 在吴亚磊的一系列浪漫公事下 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 但快乐的时光还没有持续多久 吴亚磊家中传来噩耗 2014年三月的一个下午 他的母亲在车祸中不幸去世了 我也流眼泪了 但是我流了眼泪之后 我就会在那安慰他 我说先别急 我们现在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现在要赶回去 就是去医院看他最后一眼 然后他当时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 当时也是让我感觉很突然 他说我要跟你一起回家 得到单位批准后 吴思颖订了第二天最早飞往吴亚磊家乡 河北的一班飞机 隔天两人风尘仆仆的赶到了医院 进去的之后 他说我看到我未来婆婆 他说我觉得我也跪下了 我们两个都跪在那个下面 我说 但是我叫了他一声 我说那我们回来看 虽然吴亚磊感动的是 之后几天他在忙着处理后事时 吴思颖不仅耐心的陪伴左右 还帮着照顾他的外婆和父亲 都是他在照顾两个老人 这个方面是最让我感动的 我想作为一个还没有过门的儿媳妇 能做到这一点的 我真的让人心里很受苦 很感动吧 母亲刚刚去世那段时间 是吴亚磊人生中最难过的一段时光 一方面内心的悲伤无法排挤 另一方面又要参加集团军组织的训法战法集训 才一个星期他就瘦了十多斤 吴思颖不忍看到吴亚磊日渐憔悴 每天忙完手头的工作 必会跑到训练场上 给他加油打气 在这个训练过程中 比如说自己可能确实到了身体达到一些极限的时候 有的时候想放弃的时候 当然想到他 或者是看到他站在旁边 然后哪怕是他一个手势 或者是一个眼神 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很大的鼓舞 那时候我就会选择这个一定要坚持 一定要到达最后的这个终点 我们看着也是非常的羡慕 然后觉得这个如果如果是好 哪天要是为了一些年龄都这样就好了 这种感觉 吴思颖的支持和柔情如同冬日里的暖阳 不仅帮助吴亚磊走出了那段阴冷的时光 还给了他战胜困难的不解动力 最终吴亚磊在比赛中 取得了集团军第三的优异成绩 荣立三等功 我叫吴亚磊 今年三十岁 来自河北保定 现在是陆军第十四集团军 牟旅一营二连连长 同志们 今天我们将对勤务幼女进行学习 我叫吴思颖 今年三十岁 来自云南瑞西 现在是陆军第十四集团军 牟旅指挥一连排长 一路走来 艰辛有识 浪漫有识 战场上 我愿为国家冲锋献战女 战场下 我愿让她成为最幸福的女人 如今 我已怀孕三个多月 新的生命正在孕育 我们都很期待小家伙的到来 我们深爱彼此 深爱这身绿色的军装 2014年6月20日 吴思颖生日那天 吴亚蕾一场诚意十足 浪漫满分的求婚 打动了女神的放心 两人还特意选在8月1日建军节 领证结婚 然而婚后没多久 吴亚蕾就被调到一营二连 担任连长 两个营区之间的相距只有几公里 但由于各自任务繁重 小两口一两个月不能相见 成了长事 这是她去执行任务的时候 我每天给她写的信 如果是有同志上去 比如说送路子啊什么的 我就拖他们帮我带过去给她 因为感觉电话里面 有很多时候说话的话 也不太方便 不能够完全的表达自己的感情 就想用通过书信的方式 就是把自己每天的生活啊 工作啊 自己的一些喜悟哀乐 遇到挫折 我知道美好的东西 想跟她分享 我叫她石头 是不是感觉特别有意思 石头呢 是根据她名字得来的 因为她最后一个字是美字 也就是三十嘛 我叫她石头 她会叫我影儿 我叫她哥哥 她叫我妹妹 几十页的信纸上 写满了一个女人的思念和柔情 但花钱月下 你浓我浓并非两人爱情的全部 她们更希望的是 君公章有你的一半 也有我的一半 2014年年底 吴思颖接到参加旅里首次女子特种射手集训的通知 还被任命为女兵队队长 兴奋之余 她也感到了沉重的压力 就是男兵你要完成的训练科目 女兵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主要是这个 抗寒冷 抗饥饿 抗疲劳 还包括夜间训练 有些时候天寒地冻的 大家都会就是吹得很厉害 枯燥繁重的训练 更是让吴思颖感到苦不堪眼 就是每天就是在那练习卧倒的姿势 然后持枪的动作 包括射击的一些动作要领 掌握还描把这些技巧 每天都是这样的练习 那你就会觉得 在那儿就是一坐 就是一整天 整个人也是身心疲惫 小心 抗帽 上方要马 目的通过训练 吴亚磊心疼妻子 但他知道 越是艰难的时刻 又要做好妻子坚实的后盾 由于两人不在一个营区 吴亚磊无法亲自教训 他就四处托战友 对妻子进行指导 因为他担任队长 担任的责任要比别人多一点 所以有些东西的话 他肯定要提前去接触 提前去掌握 然后他得有这个能力去带下边的人 除此之外 他还给妻子买来各种各样的参考书 在电话中传授各种射击经验和技巧 他也跟我讲了 你这打枪的时候 你要该描哪里 你描得准备 你姿势 怎么握 才是最好的 他就这样跟我交流 包括你肩枪 背枪 胯枪 这些 就是怎么样动作做得利落 每天吴四颖都会和丈夫 分享自己的训练成绩与心得 吴亚磊则提出有针对性的训练意见 当妻子取得好成绩时 他都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和自豪 有一次 我打了一个十八 给他说了 他说 你终于超越我了 其实当时听到这个的话 也感觉就是 对彼此都是一种激励 经过几个月的苦练 吴四颖不仅带队取得了优异成绩 还被评为特等射手 一枚枚奖章 一张张证书 见证了他们的拼搏与汗水 也见证了他们美好的爱情 2015年5月1日 在迎工作三色推迟婚礼后 吴亚磊和吴思颖 终于迎来了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这个就是 这个我专门为我老婆做的温馨提示 她给她起了个名字 就叫孕妇准妈妈辛苦了 但是吃东西是还得注意 有个十多类 然后从主食啊 然后到日常呢 还有一些行为习惯 要注意的一些东西 2015年10月底 吴思颖怀孕 一起讨论育儿知识 成为了他们最美好的时光 你看 这个嘴 小嘴 好好玩啊 现在这个形状都是非常像 像了 她耳朵都长不出来 你看没有 她一定有8.7厘米了 对啊 8.7厘米你想象有多长 比一个直头还长啊 对不对 你看你看 她的体重也9.7克了 9.7克有多大 9.7克 10克 吴亚磊和吴思颖的爱情 简单纯粹 温暖质朴 在他们彼此的心里 除了军营这个大家庭 就是另一半 吴思颖说 直到现在 你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 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都说军练不易 两个人共同在军中服役 就更是难上加难 但吴亚磊和吴思颖 却用实际行动证明 双军链同样可以有 天下无双的幸福 今年由于部队战备 吴亚磊和吴思颖 将在各自的连队和战士们 欢度春节 新的一年里 他们希望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把金灿灿的军功章 作为送给宝宝的最好礼物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预知更多 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你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下载中国军事网APP 关注军旅人生 微信公众平台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他们是现身路航的教员 三持讲台上 他们用知识与信念 助力占英腾飞 他们是相亲相爱的夫妻 牵守十九年 他们用理解与包容 谱写爱的篇章 军旅人生下期为您讲述 妙万波 引乐 梦想与爱情起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